是作业生日 知名的娱乐节目制作人 从当年的 叫什么呀 婚乐总统员 就是他做的 这么多年已经干垮了很多组织节目 录你婚乐总统员的时候 你老公就常常来看你 还带着吃的来是吗 是真的吗 吃的 那就是刘爽他们都吃了 把门口先搜身 把吃的拿进去 吃完了踢着牙出来 是这样吗 应该是 听说是 这个行业万恶 他们怎么能这样 一会脑子乱了吧 乱了 全乱了 喝口水了 都是箭头 有喝水 喝口水 表现特别好 来喝一口水 真好 你还我两罐 好吧 好吧 这瓶子给你们留下 因为每天留爽要问的 突然卫生的行论都是他 他来了 来了就是他 摇过去就是那个人 刘爽让我再问一个问题 这节目完刘爽 刘爽你怎么那么讨厌啊 刘爽 没有计划要转 对搞设计是怎么回事呢 不是 没有计划要转 刘爽就给我虚假认识 刘爽也跟我失散了好久了 跟咱们一样 好吧 我是 他们说你开了家庭店 什么叫做设计 我是一直很喜欢设计 对 就是有两件事情是最快乐的 这一 就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二 就我只是工作方面 这三 对 完了 这 俩不失数了 这俩聊好一会儿 然后第二是跟自己喜欢的人结婚 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我追求的 那跟我问的设计家具没有关系 对啊 也就是说开家具店这事是瞎说的 开戏我觉得是会跟我一辈子 家具店真的是我的业余爱好 现在还有留店吗 就像那个 您没事客串就演演戏 不是客串演戏 就是那个当主角 但是就 客串当的主角演戏 客串当当主角演演戏 哎呀 真难说 绕死我了 你还能再来一遍吗 客串演戏 当主角客串在演戏 真的不说这个 真绕 喝点水吧 滴的 这叫什么话 这个还有一个传言 嗯 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家具店开了 要不你走吧 我说你聊不到一块去 做你的一期盯三期 心累 我得要五期的钱 嗯 在这边开了 但是就是 就就是开 只是开了 不挣钱 这个这天过去了 咱们再说下一个传言 我说的是另一个话题 来 接着